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无得遗失 若狱 难不成你对犯了戒规的弟子 心存侧隐之心 接着打 律司凤 竟然不但丢了面具 哪都拿不回来 该当如何 当时我十三井酷刑 狠狠地打 怎么说啊 律司凤 弟子 却不敢违背 功归戒律 甘愿受罚 一场 对李则贡 忠心 公主如此器重你 连经语令都要传与你 你说说 这出一趟门就沦落到 十三界的境地 天上 地下 你是大大伤了公主的心呢 都干吗呢 带回黎泽宫受罚 副公主 于斯凤 已经报名参加了 赃花大会 她的名牌也早已递上 而且已经被选中了 摘花任务了 如果此事前她会 黎泽宫 那 赃花大会一事 这茬儿我倒是给忘了 赃花大会是五派的盛事 她报名又缺席 我黎泽宫 岂不是失礼于其他四派 那罗长老 你说该如何是 就让她先留下吧 公主也会在 赃花大会之前抵达少阳 我看此事 只好先禀明公主 待赃花大会之后 再叫她回去领伐 反正该她受的 她也逃不掉 你倒是缓了刑期了 我要是你 倒不如看看 公主来少阳前 能否找回自己的面具 到时候 也有点回旋的余地 四方 这药无色无味 涂上之后 不会被人发现的 我听说 先前很多弟子 为了少受一些痛苦 都自行了断了 你回宫之后 要受此重罚 可有想好对策 事到如今 只能在回宫前 多立邪功 将功补过 好求公主 枉开一面 听说这次大会 要摘的花是一只古雕 这药物凶猛 但你若能把它摘下 定是大功一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